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陈淑萍 为了庆祝重阳节 基隆市长林佑昌专程来到第一日照中心关心长辈 并且陪长辈一起包水饺 也让长辈们品尝看看市长喂水饺 祝福长辈们重阳节快乐 基隆市长林佑昌和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等人 亲自端上一盘盘热腾腾的水饺上桌 让基隆市第一日照中心的长辈们品尝一下 市长喂水饺的好滋味 由于重阳节快到了 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长林佑昌专程到 位在中正区的第一日照中心 关心长辈老人家 并且陪同有轻度失智症的长辈们一起包水饺 长辈们可以借由包水饺和煮水饺来活动手部和脑部 市长也祝福长辈们重阳节快乐 我觉得那个长辈在这边包水饺 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然后大家一起 比较有技能 这做好之后包水饺包好之后 大家傻傻地做回家 也有胃口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也趁这个机会 就是探望一下我们的长辈 然后祝大家重阳节快乐 我们每一位长辈呢 每天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这个就是我们做子女 做晚辈 最骄傲 然后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喜欢吃面食类的市长林又昌 其实也是包水饺的练家制 每一颗水饺的花边 皱泽都很讲究 每一颗平均有十泽 排列起来也很漂亮 相当有职业水准 这个饺子就是看你爱怎么包就怎么包 对啊 那今天特地来包给这些长辈老人家吃 对 就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开心啊 而且我觉得跟长辈一起来包水饺 大家看 我还可以 这个有花边 对啊 肉不要找出来就好了 对啊 哪会这么厉害呢 林又昌透露 其实自己在家里也会帮忙做家事 因此包水饺和煮水饺 其实难不倒他 像市长叫在家里要做家事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是真的在家里要做家事 所以市长的意思说 市长遇入一家那个妇女结合 遇入一家妇女结合的 真的啊 我在家里要洗衣服 要洗碗 还要煮饭 当然不是只有我洗啊 我太太也会那个 但是 但是因为我们家两个儿子 因为都是男生 不像他们家两个儿子都是女生 对 所以 对啊 所以我们家 对 我还要洗碗 还要洗衣服 还要扫地 我还要煮饭给儿子吃 所以市长是有点遗憾没有生女儿吗 对 我蛮遗憾没有生女儿 这么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抱怨 不会啦 不会 其实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那个菜做得好 所以 对 很厉害 所以我们家 对 都吃饭是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当然就是煮菜我太太煮嘛 那所以洗碗就知道我会洗 所以市长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而坐在旁边的社会处长吴挺峰包的水饺 则是崇尚自然峰 信手碾来毫不做作 至于市议员郑文婷所包的水饺 也是相当有水准 小时候都喜欢包水饺 因为考完试啊 大家放松 那就可以去同学家 或者去老师家 大家分工 把菜切一切 然后拌一拌就一起包水饺 然后边聊天边吃水饺 那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对于包水饺 深具信心的市长林又昌 向社会处长吴挺峰表示 愿意自己带头来举办一个包水饺活动做工艺 我来努力看看 其实没有包得很好啦 只是一个心意而已 对 不过我觉得包水饺 我觉得 就是大家一起互动 其实传递一种 有那个手的温暖跟那个感觉 传递那个心意 就是比较重要 所以的确可以来考虑一下 那个 来办一个水饺的爱心 的一个活动 对 来帮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主意 最后搭配日照中心长辈们包的水饺 一起煮好 由市长林又昌等人一起端上桌 陪同长辈们一起吃热腾腾的水饺 闲话家常 卫福部基隆医院将在年底 利用卫在信一路医护宿舍二楼 成立基隆第四间日照中心 来服务民众 老师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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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坐啦 你坐你坐你坐 你别怕 重央节快到了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除了陪同基隆市长林又昌一起关心 第一日照中心的长辈老人家之外 也宣布一项好消息 就是卫福部基隆医院在今年年底 也将利用未在田辽河畔的基隆医院 医护宿舍的二楼 成立基隆第四间日照中心 来服务民众 在重央节之前 那市长特别到我们基隆市 第一日照中心里面来探视我们老人 然后跟他们一起包水饺 一起团圆 然后同欢 那我们现在基隆市的日照中心 目前有三个 那目前都处于一个满额的状态 那可见这个需求也非常非常的盈切 所以在今年的年底 我们预计会有第四个日照中心来开办 那这个是由布立基隆医院 然后他们来开办 那位置非常好 就在田辽河畔旁边 我想这个对我们的长辈来讲的话 还包括他们的家属 不但是环境好 然后服务好 然后可以看到更好的一个第一排的合景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根据了解现有基隆医院医护宿舍一楼 作为社区附建中心 二楼则将在年底成立第四日照中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卫生局主办的 实在雇营养成果即四堂日圆欧会活动 在七堵区明德国中举行 各里和社区关怀据点比拼 做出适合长辈吃的营养餐盒 最后由中正区 新丰爱乡关怀协会拿下第一名 而前三名都由基隆市长林又昌亲自颁奖鼓励 叫我第一名啦 经过专业评审评见后 夺下营养餐盒第一名的 基隆市中正区新丰爱乡协会阿姨阿嬷们 接受基隆市长林又昌颁奖时 高高举起冠军奖杯 开心得不得了 第二名亚军 则是由安乐区乐意社区 关怀据点拿下同样兴奋 第三名则是由中山区西康里 获得一样开心 都获得市长亲自颁奖 会后前三名也分别拿着自己设计菜色 摆盘得名的营养餐盒 和市长林又昌一起合照享受荣耀 赞 西康里赞不赞 赞 这是由基隆市卫生局主办的 实在雇营养成果季市唐日圆游会活动 在七堵区明德国中举行 市议员张耿辉 庄景田 以及童子伟都亲自参加 各里和社区关怀据点也比拼做 适合长辈老人家吃的营养餐盒 最后由中正区新丰艾乡协会拿下第一名 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竞赛呢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了解到 这个饮食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 那另外就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连长我们的饮法族 这个要注意这个少糖少盐少油 那这样子因为新生态一切比较慢 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所以这样子一个饮食的一个料理的一个方式呢 可以让大家能够吃的更健康 然后更青春更美丽 所以今天透过这样的竞赛很激烈 那我后来看到他们每个做出来的那个餐盒 的便当 其实都有这个卡路里的一个限制 在七百大卡以下 但是每一份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很好吃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每一组都是冠军 然后他们也都用了很大的一个心力 那我想最主要是在重阳节的时候 希望所有的长辈 大家都能够活出青春 活出健康跟活力 林佑昌鼓励长辈们要吃的健康之外 也和主办活动的基隆市 卫生局人员合照 感谢大家的辛劳 而这阵子以来积极减重的市长林佑昌 展现意志力 一个半月来瘦了将近十公斤 不但脸变小了 身体也变得更修长更高挑 帅气现身活动颁奖 也获得长辈们的掌声鼓励 分享自己减重心得 趁着这个减重的这个机会 把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作息 特别的一个注意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注意 那让饮食均衡 然后另外我觉得比较重要 还是运动 以前是要睡觉之前是吃饱了睡觉 现在是在睡觉之前是运动 运动完了之后洗洗澡才休息 那另外就是早上起床之后 如果有空有时间的话 也做一点运动 那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效果还蛮好的 不过每个人的体质状况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要减重期来选择一个 不要那么辛苦 但是自己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 没有什么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就是注意均衡 然后注意运动 然后注意饮食的一个摄取 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减重的一个目标 所以现在减重10公斤 将近 将近快10公斤 一个半月左右 目标呢 目标15公斤 所以还有5公斤 林游昌强调目标是减重15公斤 还有5公斤 会持续努力下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108年原住民运动会热闹展开 除了大队接力 射箭 负重接力及拔河外 今年也加入传统技艺 撒网捕鱼 各部落为了赢得好成绩 纷纷派出年轻一代族人奋力一搏 带您一起来看看 选手们在场上使出全身的体力 奋力拔河 两支队伍实力不分上下 另一个场地正进行原住民传统技艺 撒网捕鱼 来自各部落派出的选手 千亿色都是年轻人 在长辈的指导下 抓紧撒网技巧奋力一搏 有的人第一次接触 觉得相当有趣 就很重 他要拿着 然后手又要拿这样 然后他放在肩膀这里这样 然后甩出去 就很重 以前捕鱼的方式 幾乎都是在河流啦 什么啦 那个是 那个都是靠老人家 都是用 倒回包包 网子啦 用什么不一样的方法 去捕鱼 就是 108年原住民运动会 在势力田徑场举行 比赛项目有大队接力 负重接力 拔河及撒网捕鱼等 透过运动竞技过程中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也凝聚主人之间的情感 那我们知道原住民在运动 在体能各方面 都是特别的有那个传统基因的优质 我们在各项的比赛里面 国际的赛事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得奖的破纪录的 都是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那今天的活动 我们还结合了原住民的文化 包括撒网 包括射箭 包括一些负重的接力 那我想这些就是在运动中 也结合原住民的文化 让这些结合在一起 每一场运动会 都会发掘不少优秀的运动选手 金融市 过去有许多的优秀运动员 都是原住民朋友 在各项赛事中勇夺佳击 所以我们一年一度的 各项的体育活动 不是除了一年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活动 我们也即将陆续举办 比如今年9月初的排球比赛 跟这个月底的一个 慢速脸球比赛等等的 接续的 我们也即将陆续要办 我们的篮球比赛 所以我们年度的体育活动 不止只有单项而已 甚至于我们还有滑融桌 还有拔河的比赛 各项能够在各项比赛当中 能够发掘我们原住民的一个体育人才 我们明年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也轮到原住民伴 而且希望说我们今天这种活动 能发掘这些选手 让我们的原住民的运动 和我们的社会体育 结合在一起 让体力更加强 原住民运动会热闹展开 所以展现传统记忆 也让年轻一辈的族人 传承发扬下去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 想工作却跟不上现代科技 为了协助银法族就业 政府提供职讯与津贴补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 真彩活动 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老老老 所以没偷到喔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阿嬷 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 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危险的喔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 落石 土石流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挖土地在山上乱挖 就要光景同步去工作 不 发生危险市就不够了 首山护水 青山流 不至落石 土石流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取习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call in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为了关怀八斗子地区弱势家庭及年长者 东区福人社联合酒社及市议员蓝敏黄 共同举办爱心送暖的活动 分别赠送400多份的民生物资给弱势家庭 希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一代又一代的民生物资打包好 全都要送给弱势家庭 来领取的还有65岁以上长者 由基隆东区福人社联合酒社 共同发起的关怀弱势活动 在八斗里民会堂举行 除了赠送民生物资 现场还安排推拿 市议员蓝敏黄也前来共襄盛举 一起做爱心 希望能够借由我们 超商引率 带动一个社会的共同来关心务势 并且注重 长区商的这个区块 我们工人社里秉持着 我们 推动社会公益的精神 我们想办法这一次的活动 活动现场 同时也举办了摩采活动 让八斗子地区的弱势家庭 感受到社会满满的温暖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去年底由达胜集团为主的团队 取得中家有线电视集团的 经营权后 除了完成承诺 每年投入最少1100万元的 媒体试读等企业责任之外 也加码赞助台北市 五所顶尖高中 新手八所大学 开设的微课程计划经费 让校方相当感谢 让高中学子能提前接触到 大学领域课程 开拓全新的学习视野 去年底由达胜集团为主的团队 取得中家有线电视集团 的经营权后 除了完成承诺 每年投入最少1100万元的 媒体试读等企业责任之外 也加码赞助台北市 五所顶尖高中 西手八所大学 开设的微课程计划经费 让每年有近2000位学子受惠 提前接触大学领域课程 开拓学习视野 让校方相当感谢 中家达胜给我们最大的协助就是 我们要去大学上课 或者是外面的单位给我们上课的 可是终点费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高中最多也只能负担 每一节课400块 加上我们的终点费是不足以支应的 那我们请来的这些大学教授 这个社会贤达 他们在外面至少都是超过900多块 1000块以上 那于是这样的经费 可能不是说这学期上完之后就结束了 会继续永续的发展下去 所以就需要一笔庞大的终点费 那中家达胜集团 这次给我们赞助的就是终点费 大学教授终点费的部分 捐赠五校联盟维克城经费的捐赠仪式中 中家达胜集团董事长郭冠群 与中家集团执行长杰朝华都亲自出席 未来也将深耕维克城计划 扩大到台南高雄等地 我觉得这个对108新课纲而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那借由这个机会呢 我们希望我们让学生 能够提早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提早认识提早选择 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 去发掘有潜力的学生 我们这次这个计划呢 除了是先办事办北部地区的 但是中家达胜集团所属的系统台 它也含台南跟高雄的经营区 那我们也会在台南跟高雄 会推广这个计划 目前的进度是台南的计划呢 我们已经跟台南经营区的 四所高中校长有沟通过 我们也分享了台北的经验 那他们也很有兴趣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帮他们规划 台南地区具有在地特色的维克城 那在高雄地区呢 我们也跟教育部国教署 已经有沟通过 那国教署会协助我们 进行高雄地区的维克城规划 由于体认到人才是台湾的根本与资本 中家达胜集团相当关注教育与人才培育 包括设立中家达胜台大法律学院奖学金 三年提供1800万元奖学金 希望为台湾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另外捐了600万台币 每一年给台大法学院 那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呢 第一点呢 就是说其实最好的教育相关的想法 不是来自我们 是来自学界 所以不论台大那个奖学金 不论台大法学的奖学金 不论今天的合作 通通是教育的人 教育的前辈 告诉我们有这个想法 我们才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今天我们帮助的 OK 就是希望帮助台湾的小孩 帮助台湾的学生 继续国际化 继续科技化 找回这个自信心 捐赠仪式中 吴索高中校长相当肯定 中家达盛集团全力投资孩子 投资教育 中家达盛集团也将秉持 企业回馈社会的理念 为年轻学子打开无限的学习机会 加汇更多学子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中正区调和街正进行道路透宽工程 施工期间因为施工变道太过简陋 导致居民出入巷口相当危险 还有人因此摔倒受伤 基隆市议员蓝敏黄紧急到场会刊 要求市政府督促承包商做好相关措施 保障居民的安全 摩托车经过施工变道 地面上的石板摇摇晃晃 發出声响 好在是安全通过 但居民依旧是提心吊胆 最起码你现在在工作的时候 应该用个铁板让我们过 也没有 都是那个碎石头 所以很危险 然后旁边都是那个生锈的那个铁网 那上次就前几天也一位老人家跌倒啊 调和街进行道路透关工程 原本一个线道整个封闭施工 车辆小心慢行 在调和街明月宫前方这个出入口 因为没有做好施工变道 让居民进出很困扰 甚至有民众因此摔倒受伤 白天倒是还好 我比较怕傍晚晚上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夜间赶工 那呃 比较昏暗 然后又完全没有交管 只有警示灯 我觉得是比较不足的地方 市议员蓝敏华邀请公务处 离办公处到场会刊 要求承包商立即改善 铺上铁板 让居民安全通行 为了加强民众出入的安全 尤其是机车出入的方便性 跟安全性 那我们现场会开之后 我要求施工单位 从今日起即刻起 要在所有的巷弄的出入口 以铺设钢板的方式 来确保民众出入的安全 调和街拖安工程 今年六月动工 工期长达八个月 市政府公务处强调 将会督促承包商 针对各出入口做好安全措施 以减少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国民党总统提名人韩国瑜 以及立委提名人宋伟丽的 基隆联合竞选总部 举行接牌仪式 韩国瑜最强分身 太太李嘉芬 亲自来基隆参加 肯托基隆相亲 支持韩进总统府宋进立法院 国民党总统提名人高雄市长 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一到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就受到支持者 以及韩粉们的热烈欢迎 李嘉芬特地代表韩国瑜来基隆 包括前台北县长周习伟等人 一起参加韩国瑜宋伟丽 基隆联合竞选总部接牌仪式 支持者和韩粉们挤爆了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二楼礼堂 国民党基隆地方市议员等 很重要人士以及辅选干部们 都出席这场活动 目的就是要下架蔡英文 让韩进总统府送进立法院 蔡政府执政以来 我们对于他的所作所为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 也是大声地告诉基隆的乡亲们 我们要让蔡英文下架 对不对 刚才我们主委提过 我们先到现在民调很低 以前各位先进同志们 我个人我跟各位表白 我心里踏实的很 我这边我就不愿意 因为坊间听到的 所看到的 所接触到的 请韩国瑜总统 韩国瑜市长选总统的 这些认识的人 几乎一概不便 韩国瑜最强分身太太李嘉芬 也非常感谢基隆相亲 和支持者们的力挺 希望大家相信韩国瑜 支持韩国瑜和宋伟立 让中华民国台湾更好 谢谢大家 随后李嘉芬也在 基隆联合竞选总部总干事 前立委谢国梁安排下 和宋伟立特地关怀 弱势家庭民众以及小朋友 李嘉芬更是蹲跪在地上 倾听弱势民众的心声和处境 李嘉芬和谢国梁感同身受 也不禁落下泪来 强调莫望世上苦人多 大家真的要互相帮助 让台湾这个社会 能够在各个地方各个角落 我们没有幸福的人 我们也没有贴的相望 真的我觉得台湾是有努力做到的 最后辅选团队也安排李嘉芬 到基隆著名信仰中心 庆安宫上香参拜给人骂 祈福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台湾平安 更呼应支持者高喊韩国瑜 宋伟立的动算声 期盼大家一起打拼 让中华民国台湾的后代子孙 过得更好 我们都是有开港的 我相信基隆的荣景一定可以再造 就像我们期待高雄的荣景 一定可以再造 只要我们碰到两岸隔壁 只要我们在这个社会 碰到和谐 大家齐心协力 我觉得台湾一定有最好的机会 可以发展 我们也期待 我们下一代 我们年轻人的一棒 我们要一棒接一棒 所有这一代的努力 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努力 就是为了下一代 能够读很好的基础 以上是今天的中江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淑萍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881 我的夢想是當英雄 因為英雄很厲害 可以幫助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接下來請收看中家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陳淑萍 台北市國慶升旗活動 每年最夯的國慶紀念品嗡嗡包 第五代正式亮相 大容量的首題後杯兩用杯包 巧妙融入了國旗紅藍白三元素 市府共準備了3000份 要在10月10號升旗典禮當天發送 每年在台北國慶升旗典禮 都造成排隊熱潮的嗡嗡包 第五代正式亮相 大容量的首題後杯兩用杯包 巧妙融入了國旗紅藍白三元素 學姐黃靖瑩與超人氣雄讚 首題兼杯第五代嗡嗡包 秀出最新一代嗡嗡包的特色 我想今年它的特色就是說國慶日嘛 就是把國旗的三個元素 我們把它融在一個包包裡面 所以紅藍白三個元素 你在包包上都可以看得到 那今年的設計又比過去都比較務實 因為它包包比較實用 再來我們覺得今年真的是很漂亮的一個包包 所以連市長都喜歡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今年不來排隊拿包包就有點可惜 因為它今年容量滿大的 然後再加上它今年有多了一個 上面有一個手提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對一般搭捷運的人來說 應該還滿方便 就是你可以從後杯然後立刻改成手提 如果人比較多的話 就可以把包包改成手提 那加上今年的設計跟去年比較不一樣 因為去年都是走這個素色 就是單色系 那今年有多了一些條紋 然後米白色跟藍色的搭配 我覺得還不錯 現場也由學生團體 背著力帶翼翼包走秀 可說是翼翼包家族大集合 有鑑於去年翼翼包的排隊動線 造成民眾困擾 民政局指出 今年將拉長排隊動線 方便民眾有秩序排隊 市長有特別交代 就是市長在上班的時候 在公車上 就有市民跟他講說 他今年要來排隊 拿翼翼包 所以市長一直在叮嚀 就是說今年的動線一定要拉好 尤其是之前的排隊的動線 因為市民很辛苦來排隊 我們希望他在排隊過程中 能夠很安全 然後很舒適 台北升旗活動當天 也將邀請豫達高職拉拉隊 與動手動腳舞團等團體 現場進行精彩演出 台北市政府表示 10月10號當天 7點半在市民廣場舉行升旗典禮 6點半開始發放兌換券 8點開始平券兌換翼翼包 共有3000份限量發送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慶祝重陽節 台北市新一區安康里 舉辦了一個溫馨的重陽敬老活動 吸引許多長輩外出參加 享用美食之外還有易檢活動 也規劃環保的攤位 讓舊衣服有了新生命 帶您一起來看看 新一區安康里的重陽敬老活動 在里長萬宇恆的用心規劃 與多位市議員一起協辦下 活動相當溫馨 除了製贈禮金給百歲人瑞 里長和里內志工 也一起準備義大利麵 墨魚汁 飲料 茶凍等各式美食 吸引許多長輩來排隊享用 易檢攤位也好熱鬧 不少長輩來理個頭髮 更加神清氣爽 溫馨的重陽活動 鼓勵許多長輩走出來 互相交流聯誼 本禮上的百歲人瑞 有六位 今天有幾位請假 有一位非常特別 他已經101歲了 一個楊伯伯 他特別還出國 還出國了 破百歲還可以 他是自己出國 自己出國 所以說真的很不簡單 我們禮上有六位長者 這次有三位來這邊 接受我們大家的祝福 跟頒獎表揚 安康禮是我們新義區最大的禮 而且我們有六位百歲的人類 還可以出國 到處趴趴趴 還教里長怎麼養生 所以很幸福的一個禮 平常我們就規劃很多的 對長者的敬意的活動 尤其在重陽節 我們大家齊聚一堂 讓長者都能高高興興 歡歡喜喜的 來我們街上走動 里長也特別邀請 設計師團隊來教導李明 進行環保DIY 把家裡的舊衣服 變成時尚的環保袋 完成作品後 李明都很開心 舊的牛仔褲 也可以變成很時尚的圍裙 讓人大開眼界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舊衣服 做成 不管是背帶 或者一件褲子 做成這樣子的背心 就一件褲子拆解 因為褲子太小了 大家穿了已經穿不下了 家裡相信牛仔褲 每個人都有 但是都是鴨箱 所以我們就重新再利用 當他出去的同時 這一個他可以放手機 放錢包 放名片 他就是當成一個背帶出去了 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任何一件衣服 他都可以再創新成一個新的樣式 Maybe他設計成桌巾 餐墊 包包 這短褲 這是短褲 也可以這樣子背帶 然後他的後面 剛好就是放手機 享用美食 也融入環保習物的概念 讓安康里的長輩們 度過了一個溫馨的重陽節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接下來這則新聞 希望善心人士能夠協助 台北市松山區松基里 有一對弱勢父子 靠資源回收度日 但回收物堆滿屋裡屋外 環境髒亂 到處是蟑螂老鼠 附近居民多次投訴 在當地里長耐心溝通下 請清潔隊用三天時間 將滿屋子的垃圾清空 接下來里長希望 有善心人士幫忙 捐助簡單的家具 進行整修 讓父子倆 能夠有正常的居住環境 大批清潔人員來到新安街 這座民宅 接力將大包小包的垃圾清出 有壞掉的電視 還有成年的衣物 清潔隊花了三天的時間 派了12輛車 終於將堆滿垃圾的 房子清空 環保局我們派了三天的車子 我們總共派了12的車次 過來大概總共 清了將來大概30噸的垃圾 我們就是說幫他把那個 沒有使用的那些廢家電 或者一些已經長年的累積的回收 我們把它清乾淨 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他的他的身體健康 那我們也擔心說 對附近的住宅 會造成那種環境的一些污染 理想說住在這裡的是 一對弱勢父子 父親行動不便 兒子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但因為有房產 沒有辦法申請低收 只能靠資源回收度日 但回收物堆滿整間屋子 父子倆只能幾身 睡在一坪大的空間 環境髒亂 蟑螂老鼠滋生 屢次遭到附近居民的投訴 在多次耐心溝通下 終於讓屋主同意清理環境 也希望善心人士 能夠捐助簡單的家具 協助整修 跟學校的老師 我們進行了很多次的溝通 決定從學業上幫助小孩子 幫助替他們申請一些獎助學金 那在地方上 我們希望藉由從清理他的家中開始 其實今天做這些事情 之後也會有很多種種的困難 因為包括他們謀生的方式或種種的 所以希望藉由這個報導 我們希望能夠引進一些社會的資源 或者是有善心的團體 能夠幫助我們 在基本的物質上 我們需要的不是一些奢侈品 而是簡單的孩子寫字的桌子 或者是他們父子坐的椅子 然後床墊 床坐這些基本的東西 好不容易將屋子清空 里長希望父子倆暫時停止資源回收 接下來能夠尋找社福資源 或是用以防養老 出租房子等方式獲得穩定的收入 幫助父子能夠過正常的生活 為了回饋收視戶 中家網路BBTV舉辦看電視抽霸王金的活動 常德有線電視收視戶黃先生 幸運抽中8000元東森購物金 黃先生來領獎時很開心 也稱讚常德有線電視的口碑很好 畫質很穩定 他很高興這次身裝有線電視 還能幸運抽中大獎 為了回饋收視戶 中家網路BBTV舉辦看電視抽霸王金 活動 8月份加碼到8000元購物金 常德有線電視收視戶黃先生 幸運抽中大獎 常德萬象立冠有線電視總經理林詠誠 親自將8000元購物金 贈送給幸運的收視戶黃先生 黃先生也大力推薦 常德有線電視的口碑很好 畫質很穩定 他很高興這次身裝有線電視 還能幸運抽中大獎 我們到了40年了 開始的時候我都看常德 常德不錯 優質 他的畫面很優質 我幫你們介紹的一定不錯的 可以信賴 這回常德鐵文版有抽獎 去抽到八千塊的大獎 也是很親切的來通知我來領獎 所以我幫你們介紹 常德一定品質優良保證一定好的 要看就看常德 首先要恭喜我們常德的收視戶黃先生 抽得知名購物頻道業者的購物金八千塊 也非常感謝黃大哥做出正確的選擇 選擇我們最優質的BBTV數位有線電視 那我們BBTV數位有線電視不只可以在家收看 其實也可以透過我們BB MOD的APP 然後再出外都可以使用手機或平板來使用 那現在這個月如果大家來收視的話 還可以去下載免費的電影 所以歡迎收視戶可以多加的利用 那我們BBTV還會持續的推出很多好康跟優惠的活動 那歡迎收視戶可以永遠深裝我們的BBTV數位有電視跟BB寬屏 常德萬象利貫有線電視總經理林永成說 歡迎收視戶多利用BB MOD 外出也可以用手機或平板看影片 目前也提供免費看電影功能 未來中加BBTV和BB寬屏也將持續推出更優質更便利的服務 為收視戶打造精彩便利的娛樂生活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去年底由達盛集團為主的團隊 取得中加有線電視集團的經營權後 除了完成承諾每年投入最少1100萬元的媒體試讀等企業責任之外 也加碼贊助台北市無所頂尖高中 攜手八所大學開設的微課程計畫經費 讓校方相當感謝 讓高中學子能提前接觸到大學領域課程 開拓全新的學習視野 去年底由達盛集團為主的團隊 取得中加有線電視集團的經營權後 除了完成承諾每年投入最少1100萬元的媒體試讀等企業責任之外 也加碼贊助台北市無所頂尖高中 攜手八所大學開設的微課程計畫經費 讓每年有近2000位學子受惠 提前接觸大學領域課程 開拓學習視野 讓校方相當感謝 中加達聖給我們最大的協助就是 我們要去大學上課 或者是外面的單位給我們上課的 可是終點費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高中最多也只能負擔每一節課400塊 加上我們的終點費是不足以致應的 那我們請來的這些大學教授 社會賢達 他們在外面至少都是超過900多塊1000塊以上 那於是這樣的經費 可能不是說這學期上完之後就結束了 會繼續永續的發展下去 所以就需要一筆龐大的終點費 那中加達聖集團這次給我們贊助的就是 終點費大學教授終點費的部分 捐贈五校聯盟微課程經費的捐贈儀式中 中加達聖集團董事長郭冠群 與中加集團執行長接朝華都親自出席 未來也將深耕為課程計劃 擴大到台南高雄等地 我覺得這個對108新課綱而言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那藉由這個機會呢 我們希望我們讓學生能夠提早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提早認識提早選擇 第二個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去發掘有潛力的學生 我們這次這個計劃呢 除了是先辦事辦北部地區的 但是中加達聖集團所屬的系統台 它也含台南跟高雄的經營區 那我們也會在台南跟高雄會推廣這個計劃 目前的進度是台南的計劃呢 我們已經跟台南經營區的四所高中校長有溝通過 我們也分享了台北的經驗 那他們也很有興趣 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幫他們規劃 台南地區具有在地特色的維課程 那在高雄地區呢 我們也跟教育部國教署已經有溝通過 那國教署會協助我們進行高雄地區的維課程規劃 由於體認到人才是台灣的根本與資本 中加達聖集團相當關注教育與人才培育 包括設立中加達聖台大法律學院獎學金 三年提供1800萬元獎學金 希望為台灣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們另外捐了600萬台幣 每一年給台大法學院 那我們要講的這個事情 第一點就是說 其實最好的教育相關的想法 不是來自我們 是來自學界 說不論台大的獎學金 不論台大法學的獎學金 不論今天的合作 通通是教育的人 教育的前輩告訴我們有這個想法 我們才做這個事情的 所以今天我們幫助的 就是希望幫助台灣的小孩 幫助台灣的學生 繼續國際化 繼續科技化 找回這個自信心 捐贈儀式中 無所高中校長相當肯定 中加達聖集團全力投資孩子 投資教育 中加達聖集團 也將秉持企業回饋社會的理念 為年輕學子打開無限的學習機會 加會更多學子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極速上癮 120枚光纖上網 加高畫質電影看到寶 每月699 送高畫質付費合家餐 及每月電影看片金100元 加碼貸送1000元 東森貢物霸王金 請查普上有限電視公司 或撥打心動專線 4128811 勇敢做對的事 檢取匯選 絕對保密 愛幸福檢取匯選 人人有責 貪腐崩壞 都是因為匯選而引起 朋友 一起選舉匯選 愛幸福 選舉匯選 人人有責 蓋房子 打好地基是根本 地基穩固 住的人才會安心 只有腳踏實地 一步一腳印才是最實在的 買菜 品質新鮮最重要 品質若不好 寧可不要買 老百姓最怕遇到一些 現在匯選的人 將來貪污 把我們辛苦賺的錢 放進自己口袋裡 為了幸福的將來 不敢拿的就不要拿 應該說的就要說出來 為了慶祝重陽節 基隆市長林又昌 專程來到第一日照中心 關心長輩 並且陪長輩一起包水餃 也讓長輩們品嘗看看 市長餵水餃 祝福長輩們重陽節快樂 基隆市長林又昌 和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 吳挺峰等人 親自端上 一盤盤熱騰騰的水餃上桌 讓基隆市第一日照中心的 長輩們品嘗一下 市長餵水餃的好滋味 由於重陽節快到了 在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 吳挺峰 基隆市議員鄭文婷等人 陪同下 基隆市長林又昌 專程到位在中正區的 第一日照中心 關心長輩老人家 並且陪同有輕度 失智症的長輩們 一起包水餃 長輩們可以藉由包水餃 和煮水餃 來活動手部和腦部 市長也祝福長輩們 重陽節快樂 我覺得長輩在這邊包水餃 其實也是一個運動 對 也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然後大家一起 靠技能 做好之後 包水餃包好之後 大家傻傻的做回家 也靠我胃口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好 今天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也趁這個機會 就是探望一下我們的長輩 然後祝大家重陽節快樂 我們每一位長輩呢 每天都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開開心心 這個就是我們做子女做晚輩 最驕傲然後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而喜歡吃麵食類的市長林佑昌 其實也是包水餃的煉家字 每一顆水餃的花邊 皺摺都很講究 每一顆平均有十摺 排列起來也很漂亮 相當有職業水準 這個餃子就是看你愛怎麼包就怎麼包 對啊 那今天特地來包給這些長輩老人家吃 對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開心啊 而且我覺得跟長輩一起來包水餃 給大家看 我還可以 這個有花邊 不可以嗎 不可以嗎 不可以找主人的 對啊 不可以找出來就好了 對啊 怎麼會這麼厲害呢 林佑昌透露 其實自己在家裡也會幫忙做家事 因此包水餃和煮水餃 其實難不倒他 像市長叫在家裡要做家事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是真的在家裡要做家事 所以市長也一直說 市長避露一家婦女結合 避露一家婦女結合 避露一家婦女結合 真的啊 我在家裡要洗一服 要洗碗 還要煮飯 對啊 當然不是只有我洗啊 我太太也會那個 但是 但是 因為我們家兩個兒子 因為都是男生 不像他們家兩個兒子都是女生 所以 對啊 所以我們家 對 我還要洗一碗 還要洗衣服 還要掃地 我還要煮飯 給兒子吃 所以市長是有點遺憾沒有生女兒嗎 對 我蠻遺憾沒有生女兒 這麼覺得聽起來比較像抱怨 不會啦 不會 其實我太太 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那個 菜做得好 所以 對 很厲害 所以我們家 對 吃飯是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當然就是煮菜我太太煮嘛 那所以洗碗就知道我會洗 市長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幸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坐在旁邊的社會處長 吳挺峰包的水餃 則是 蟲上 自然峰 信手拈來 毫不做作 至於市議員鄭文廷所包的水餃 也是相當有水準 小時候都喜歡包水餃 因為考完試啊 大家放鬆 那就可以去同學家 或者去老師家 大家分工 把菜切一切 然後辦一辦就一起包水餃 然後邊聊天邊吃水餃 那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對於包水餃 深具信心的市長林又昌 向社會處長吳挺峰表示 願意自己帶頭來舉辦一個 包水餃活動做公益 我來努力看看 其實沒有包得很好啦 對 只是一個心意而已 對 不過我覺得包水餃 我覺得 就是大家一起互動 其實傳遞一種 有那個手的那個溫暖 跟那個感覺 傳遞那個心意 就是比較重要 所以的確可以來考慮一下 那個 來辦一個水餃的愛心 的一個活動 對 來幫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主意 最後搭配日照中心長輩們 包的水餃一起煮好 由市長林又昌等人一起端上桌 陪同長輩們一起吃熱騰騰的水餃 鹹話家常 長輩們也很開心 匕首稱讚 溫馨慶祝重陽節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社會處宣布一個好消息 衛福部基隆醫院將在年底 利用衛在信一路醫護宿舍二樓 成立基隆第四間日照中心 來服務民眾 老師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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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坐 你坐坐 重陽節快到了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吳俊峰 除了陪同基隆市長林又昌一起關心 第一日照中心的長輩老人家之外 也宣布一項好消息 就是衛福部基隆醫院在今年年底 也將利用 為在田寮河畔的基隆醫院醫護宿舍的二樓 成立基隆第四間日照中心 來服務民眾 在重陽節之前 那市長特別到我們基隆市第一日照中心裡面來探視我們老人 然後跟他們一起包水餃 一起團圓然後同歡 那我們現在基隆市的日照中心目前有三個 那目前都處於一個滿額的狀態 那可見這個需求也非常非常的盈切 所以在今年的年底 我們預計會有第四個日照中心來開辦 那這個是由布立基隆醫院 然後他們來開辦 那位置非常好 就在田寮河畔旁邊 我想這個對我們的長輩來講的話 還包括他們的家屬 不但是環境好 然後服務好 然後可以看到更好的一個第一排的合景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根據了解 現有基隆醫院醫護宿舍一樓 作為社區復健中心 二樓則將在年底成立第四日照中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為了關懷八斗子地區弱勢家庭 今年長者 東區福人社聯合酒社及市議員藍敏黃 共同舉辦愛心送暖的活動 分別贈送400多份的民生物資給弱勢家庭 希望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一代又一代的民生物資打包好 全都要送給弱勢家庭 來領取的還有65歲以上長者 由基隆東區福人社聯合酒社 共同發起的關懷弱勢活動 在八斗里民會堂舉行 除了贈送民生物資 現場還安排推拿 市議員藍敏黃也前來共襄盛舉 一起做愛心 希望能夠藉由我們 超高益率 帶動一個社會 和我們來關心弱勢 並且注重長期商的這個區塊 我們不仁社 並持著我們 推動社會公益的精神 我們想安排這一期的活動 活動現場 同時也舉辦了摩采活動 讓八斗子地區的弱勢家庭 感受到社會滿滿的溫暖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以上是今天的中江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陳淑萍 我們下次再會 觀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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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出生后 妈妈就离开了 爸爸酗酒严重 长醉倒路边 害得她有一顿没一顿的 台湾有许多像小雅一样的弱势家庭孩子 需要我们用爱来陪伴他们成长 让孩子们下课后 能到附近的1919陪读班免费接受课业辅导 品格教育 才艺课程与晚餐 我是贾静雯 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 许多人每天都到超商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超商就是他们的餐厅 但有许多弱势家庭 连三餐都不能温饱 请和我一起到iBone 认捐一套300元的1919救助套餐 让1919食物银行 把套餐送到全台的弱势家庭 时时来相助 餐餐有饭吃 救助弱势家庭救全你一套 这是本公司即将发表 搭载全新全席投影技术的手机 吻你好 先生 您叫的车已经准备好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机密吗 怎么被